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今天 就是 就是經濟 所以待會 跟大家講講 要研究一下打小人 這一節要跟大家講的是國際新聞 要講的都是緬甸 緬甸 這個地方雖然是軍警暴力鎮壓 但是 一樣是有看不過眼的 緬甸白警 就是 拒絕服從上級的命令 然後 就是去了印度 這個也可以算得上是 這個星期以來 其中一宗比較好的消息 大家知道 緬甸的情況其實相當之惡劣 看看 畫面 看到很多緬甸的人民在街上示威 畫面其實跟香港是差不多 不過可能他們 得到在手上的裝備 就是更加少 更加落後 但是他們面對的暴力鎮壓 就是比香港 更進一步 坦白說 他們有勇氣在槍林彈雨之下 還敢站在街上 真的有這樣的勇氣 我認為 真的應該 是要保留實力 因為你有這樣的勇氣 在子彈橫飛的情況 你敢站在那裏 其實你已經是勇士來的 你已經是一個戰士來的 一個戰士 是不應該 白白犧牲成名 你有更加大的力量 可以做更加多的東西 子彈在你面前飛過來也不害怕 實際上 這一點 其實俄羅斯的特種部隊是如此訓練的 他們的特種部隊 就是要他的同僚向著他 附近的地方 向著他的方向開槍 可能他的靶子就站在他的隔壁 他站在一個靶子的隔壁 他的同袍就是要用真槍 實彈射擊 他隔壁的標靶 換句話說 有這麼大的力量和勇氣 是真的不應該白白犧牲 實際上 緬甸的人是足以 成為戰士 用其他方式去對抗 實際上也很難再去比較香港還是緬甸的 香港 都有開槍 香港 催淚彈如果打中了人 其實是會打死人的 換句話說 其實香港的示威 現場就一樣是如此危險 所以我剛才的那番說話 對香港人也適用 我們已經有很大的勇氣 面對他的炮彈飛過來 加入適當的訓練 加入適當的常識 其實我們已經是另一種 層次的人 作為所謂戰士真真正正最需要的特質 就是勇氣 亦都說了很多次 你是戰士 你有受過訓練 不代表你在有需要的時候 你不能夠參與 所謂和平抗爭的活動 完全是沒有排斥的 只不過 只不過人民保留了 當 你用和平的方法 而對方要用武力去對付你 甚至乎要殺死你的時候 你有能力去自衛 而且其實 亦都有能力告訴他 你亦都擁有相同的力量 如果你是要去拼命的時候 那麼你亦都不會是 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價 這個就是 所謂完全 一面倒 單方面被屠殺 以及保留一些力量 是一個稍為對等 條件 本來也不對等 但是 如果你完全是0的時候 當然就完全不對等 稍為就算是1比9 2比8 7比3也好 稍為對等的時候 你就稍為有 bargain的空間 就是所謂能戰先能和的道理 你不一定要用 但是你具備這樣的能力 是必須的 最簡單 舉個例子 假如 假如今天的緬甸 如果軍警 軍隊分開了兩邊 有一些軍隊 是支持人民 在做和平抗爭 情況 就會有很大的分別 其實只是說這件事 你不一定要將 所謂示威變成一個暴力革命 要去殺人放火 才會令你那件事成真的 背後的力量 就是一個藏起來的 一張牌 你有能力去打出這張牌 或者別人恐懼你 對方恐懼你背後有這張牌 不夠膽 對你肆無忌憚 進行大屠殺 因為他們知道 很可能是會付出後果 雖然可能 後果 不是很嚴重 但是也是有後果 但是現在 就變成是完全沒有後果 沒有後果 大家也知道 為甚麼軍警 為甚麼黑警會變惡魔呢 就是因為沒有任何後果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的和平 大家又要揭開世界的真相 世界所謂和平 是建基於一個恐怖平衡 其實 我們現在的和平不是因為大家很和平 不是因為大家很善良 這個不要搞錯 現在今天的和平是來自 這個世界 兩個超級大國有互相 保證對方能夠瞬間毀滅的能力 換句話說是一個恐怖平衡 狀態 不是因為大家 很和平 很感動 所以就沒事發生 大家就必須要認清這個事實 現在 有緬甸軍警願意站在人民身邊 不過 人數實在太少了 但無論如何 也算是好消息 根據 路透社最新的報導 一個印度的官員 向路透社表示 最近 應該是3月4日的時候 有三名的緬甸警員 通過了 這個國界進入了印度的東北部 那個地方叫做米座拉姆 這三個緬甸軍警進入了米座拉姆之後 希望 可以獲得政治庇護 原因就是他們告訴印度政府 他們因為 不接受 這個 緬甸軍隊的指令 大家知道作為軍警 軍人 基本上就是要 絕對服從這個上級的命令 但是 在這個 就是 道德 人道面前 他們知道他們在做的事 跟做大屠殺沒有分別 所以 也 有人就是 不會埋沒良心 最終 他們可以做的事 只能逃離緬甸 然後就會有人說 香港警察一個都沒有 其實 就不是完全沒有的 我們也知道 有些香港的警察 就是不再做警察了 轉行去做其他行業 那麼已經 就是 因為香港的氣氛 他們也不會夠膽公開表示這件事 其實以我們所知 香港是有 警察是離開了香港 香港政府的 這個就不是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就不是真的有這個軍方 就是站在人民 那一邊 假如 竟然有軍隊站在人民 那一邊 其實那個所謂的 抗爭 基本上就已經成功了99% 所以再說一次 無論是緬甸的情況 香港 的情況也好 其實大家就是要去預備 一件事就是 勇氣大家擁有 是否還有更進一步的空間呢 我也是相信你去 擁有一種力量 哪怕你真的可能一次都沒有用過 這件事是重要的 跟剛才所說的 這個世界 現在處於的就是一個恐怖平衡 大家知道其實核武有用過多少次呢 基本上 就只是用過一次而已 在戰場上 就是這個二次大戰 就是擲原子彈在日本 一顆在港島 一顆在長期 嚴格來說 只是用過一次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擁有力量 哪怕你永遠都不會使用 這件事本身 是有很大的意義 跟你完全沒有力量 是完全不相同的 這一節就短一點 說到這裏了 拜拜